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提宝剑和恶龙就展开了搏斗 虽然最后顺利是剑斩恶龙 可是在搏斗过程当中他也是身负重伤 最后不止身亡 他死后化作了一个高耸入云的顺宫石 这虽然是个传说 但其他的是周围的山峰 全都向这块顺宫石的方向倾斜 好像是在朝拜这座齐峰 于是人们就把这种景象称作了万山朝九仪 那么这块顺宫石究竟是什么样呢 周围的山峰又是怎样呈现出万山朝拜的姿态的呢 九仪山位于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境内 距省会长沙市约三百三十千米 九仪山属于蒙主岭 这里风鸾叠至深邃幽奇 自然风光如诗如画 因传说顺帝藏于山中 所以千百年来 无数的文人默克都曾登临此山 并写下了大量歌永九仪山和赞颂顺帝的规律诗文 直到今天 人们仍在以不同的方式记录着这片群山的神奇 在一处开阔的平台上 设置组发现几名来自写生的学生 奇怪的是 画板上所描绘的山峰 并不是完全竖直向上 而是导向一侧 在抬头急目远眺 记得发现 眼前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 他们的山顶果然都是微微向南方清洗 这个叫万山朝九仪 这个山的层次远中近都比较明显 和千军妈妈一样在奔腾 据这位老师介绍 传说中的顺宫石就位于九仪山的南部 当地故老相传 这里的山峰皆有灵性 众山神为了感念顺帝的恩德 便在他死后将山势向南倾斜 已是朝拜 其实关于顺帝在哪去世的说法有很多 但是关于顺帝葬在九仪的资料比较详尽 您比如说史记当中就这么一句话 南巡寿 崩于苍无之野 葬于江南九仪 说的就是顺帝在南巡的途中去世 安葬在了九仪山 在一些出土文物当中 也有明确的标注出 这个顺帝陵就在九仪山的地图 所以很多人都比较认同顺帝葬于九仪山 这种说法 那么九仪山里 那座被人们称为顺宫石的奇峰 究竟在哪呢 万山朝九仪和顺帝顺宫石之间 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在当地有预访顺宫先寻血竹的说法 意思是说 要前往顺宫石 必须要找到一片特殊的竹林 那里面的竹子都带有血色的斑点 在这条线索的指引下 摄制组跟随向导走入茫茫的山里 刚进入山林不久 摄制组就被山中秀丽的景色深深吸引 只见周围群风耸立 巍峨壮立 草木葱龙 行走期间 每个人都不禁感叹着大自然的神奇造化 摄制组沿着山中河谷行进 没走多久 眼前便出现了一个溶洞 一条河流从洞口穿行而过 摄制组找来船只准备驾船进洞 可就在所有人登船之后 耳边却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 惊雷过后 大雨倾盆而下 伴着雨声 摄制组的船只在洞中缓缓行进 记者发现在河道两边的岩壁上 遍布着造型奇特的洞穴沉积物 向导说 九一山地区的人把溶洞称为岩 而这个洞内有很多形似桃花的石中乳 因而当地人称其为桃花岩 此时随着雨势增大 洞内河水也开始上涨 小船也晃动得越来越厉害 有经验的向导告诉我们 桃花岩两侧的洞口高度并不相同 出口高度要比入口的高度低很多 在洞内水位低的时候 小舟可以任意穿行 而一旦涨水高度较低的出口 肯定会被水淹没 如果此时不退出洞外 异性人将会遭遇危险 无奈之下 车制组只能退出洞外 寻找其他进山的道路 这水路走不了了 怎么办呢 您看 向导说 这通往顺公石方向的这个线路 除了这个溶洞之外 还有一条山路 但是这山路比较崎岖 走起来会比较辛苦 就在这个时候 试制组遇到了一支 由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组成的考察组 他们正准备对九宜山地区的地形地貌 以及生物种群进行考察 在听了有关顺公石和万山朝九宜的传说之后 专家呢 也对这个九宜山里的这些奇特自然现象 产生了兴趣 于是双方合为一对 进入九宜山展开考察 进入山林后不久 向导就用镰刀将一些枯竹砍断 制作成竹棍 发给考察组人手一根 他说这小小的竹棍不仅能协助行进 还能防身 在山林里行进了大约两千米左右 考察组一行来到了一片草丛前 此时向导突然放慢了脚步 同时他提醒我们 经过这片草丛时 一定要多加小心 话音未落 只见草丛中突然窜出了几只惊慌失措的幼女 而接下来的一幕 让考察组的每一个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一条大蛇不知从何处突然扑了出来 狠狠地咬住了幼女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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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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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说 你远点 经过一番周旋 一名通小蛇性的村民 将大蛇的头部牢牢地控制在了手中 只见这条蛇头部呈三角形 稳端向上翘起 血盆大口中长着一对超过三厘米的毒牙 你看 出毒了 对 好的毒液 专家告诉我们 这种蛇名为尖稳腹 其身上的菱形花纹是一种保护色 如果盘握在枯树叶中很难被发现 尖稳腹毒性敌大 据说人一旦被他咬伤后 五步之内便会避命 因而民间又称他为五步蛇 经过刚才的那一幕 这考察组的队员们算是明白了 这竹棍的尿 向导说 这竹子材质轻巧 而且富有弹性 上面还有凹凸的竹节 握在手里面 他比较舒适防滑 煮着他登山能够节省很多的力气 这还是其次 这竹棍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 打草惊蛇 九宜山中自古多蛇 不仅有刚才咱们看见的五步蛇 还要像银环蛇 再要就是眼镜蛇 这样的毒蛇触摸 所以当地村民进山的时候 都要戴上类似这样的乳棍 在经过类似这样的草丛的时候 也可以用来驱赶那些隐藏在草丛里 或者是石缝里的蛇 那么九宜山地区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蛇类呢 通过对我们所在区域的地理环境进行考察 专家发现 附近属于典型的喀斯克地貌 山中溪流分布密体 在流水作用下 往往会形成大大小小的洞穴 这些洞穴中大多阴凉潮湿 便于蛇类躲避天敌和伏击捕猎 加之这里气候常年温暖湿润 可供蛇类捕食的蛙类 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数量较多 为蛇类的生存提供了非常理想的环境 将千稳妇放生后 考察组继续前行 不知不觉间 队伍走入了一片珠海之中 只见眼前的竹林一眼望不到尽头 根根翠竹高峻挺拔 片片竹叶清脆如堤 而仔细观察之后 我们发现与其他地方的竹子不同的是 这里的竹子身上竟然分布着一些 如血迹般的紫褐色斑点 向导告诉我们 这就是当地人预访顺宫 先寻血竹这一说法中提到的血竹 也叫做香妃竹 有一首著名的古琴曲叫香妃院 这首曲子就是根据顺帝和他的两个妃子的故事而创作的 传说顺的两位妃子 鹅皇和女婴听说夫君重伤不治身亡 九一之后千里迢迢来到九一山寻夫 有这么一个成语叫垂心气血 是说人过于悲痛哭着哭着 这眼睛里流出的已经不是泪水了 而是血水 据说当时鹅皇女婴就是这样 他们的血泪洒在了九一山的竹子上 使这里的竹子上有了这种看上去像血迹一样的斑点 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传说 但是九一山的竹子上的这种斑点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经过仔细观察 专家判断 当地人口中的香妃竹 其实是在长江以南地区常见的古竹 它身上的紫褐色斑纹 其实是一种病变 这个长斑主要是由微生物引起的 这里面主要是真菌 应该是紫囊菌这一类的 从科学意义上讲它就是一种病斑 当然这种病 它不是那种危害很严重的病 它不会导致这个竹子死亡 这些被紫囊菌感染的苦涂 也被人们称为斑主 当地林业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虽然在九一山上 苦竹林随处可见 但并不是所有的苦竹 都会被紫囊菌感染 但是这些竹子 为什么上面都没有斑呢 海拔不够高 就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 海拔还不够高 就斑主它这个海拔 它对这个海拔要求有多高呢 它最低的要求 我们理想 向导进一步向我们解释说 一般苦竹长到六年左右 其表面的营养环境 就适于紫囊菌生长了 并且竹林越老 斑点就越密集 而紫囊菌对于环境的要求 十分苛刻 一般只有在气温20摄氏度左右 相对湿度80%左右的环境下 才会生长 在整个九一山地区 只有海拔1200米以上的区域 才符合紫囊菌的生长需要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 发现血竹林之后 就会尽到顺宫石 于是考察组离开竹林 继续向山顶进发 来到了海拔1500米左右的地方 在远处缥缈的云雾间 队员们发现了一座造型奇异的山峰 它从一片低矮的山丘中拔地而起 山峰并至直插天际 向导告诉我们 这座海拔超过了1800米的山峰 便是我们要寻找的顺宫石 因其被两道缝隙分成了三个部分 所以当地人又形象地称它为三分石 向导说 曾有专业的地质勘探队 对三分石单体进行过测量 其高度达到了360米 比法国埃菲尔铁塔 还要高出30多米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自然伪力 造就了眼前如此特殊的山形地貌呢 宅府中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对湖南省的地质构造有着长期的研究 三分石呢就是说它整个是一个花岗岩的岩体 专家注意到 在三分石所处的九一山南部地区 遍布着由花岗岩构成的山体 根据这一结果 专家对三分石的成因做出了歌学解释 整个这个岩体隆起以后 其他的花岗岩在这个内力作用下 它没有像它隆起这么高 它隆起以后因为它又特别坚硬 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形成了一个桌状山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三分石之所以能从一块方形山 变成这种三丰并致的地貌 主要是因为这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花岗岩 外层的花岗岩颗粒较粗 而中心位置的花岗岩质地细腻 所以在长时间的风化侵蚀之后 外层的抗风化能力较弱的粗粒花岗岩 基本全部脱落 只剩下了中心质地细密的花岗岩保留了下来 在之后的地质运动过程中 巨大的花岗岩山体上出现了多条 竖直方向的巨大构造结理 随着结理不断的发育扩展 才逐渐形成了眼前三分十景观 大家都知道 这花岗岩构成的山体 一般来说都给人一种雄昏伟岸的感觉 于是专家分析认为 这很可能是三分十这种 独食成山顶天立地的气魄 与传说里的顺地伟岸高达的形象 比较契合 所以人们才把这座棋风看作顺地的化身 把它称作是顺宫石 可是接下来新的疑问又来了 您看这顺宫石是高耸入云 可您再看它周围的这些山岭都比较低矮 而且都朝着顺宫石的方向倾斜 当地人说这叫万山朝九夷 那么周围山岭的这种姿态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 翟教授来到这些看似倾斜的山体近前 进行了仔细考察 这是石灰岩 这是点形的石灰岩 点形石灰岩 对 这个是大概形成年代 还是大概形成的 大概可能是五亿一年左右 还像成绩的 专家判断 大约五亿年前 九一山所处的华南地区 还是一片荒洋大海 在随后的地质运动中 海水退去 华南板块上升为陆地 在后来的多次造山运动中 这一地区不断受到挤压 以及水流溶食 大面积的石灰岩山体 最终在七千万年前 形成了现在这种 山峰林地的地貌 地质学上称为 喀斯特峰林地貌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桂林 就是这种地貌的典型代表 那么九一山的峰林 为何不像桂林那样竖直 而是像一侧微微倾斜呢 自时队员们发现了一座 以山式而建的村子 而村中的一处山体抛面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经过仔细观察 翟教授断定 这处倾斜弯曲的抛面 便是解开万山潮酒仪之谜的重要线索 它这个属于石灰岩 在海洋环境成绩的时候 它当然是水平的 一成一成 经过多次这个造山运动 折皱 然后给它进行了这个鲜血 掀起来了 翟教授进一步解释说 九一山北部的山岭 主要由石灰岩构成 在其隆起之初 山体应该是接近于水平的 在随后的多次地质运动过程中 顺宫石所在的九一山部分区域 伴随南岭的隆起而不断抬升 在这之后 受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影响 九一山地区的地层再次发生变化 在南北两种不同地层的相互挤压过程中 北部印度较小的石灰岩地层 受到了南部印度较大的花岗岩地层的阻挡 发生了南向的褶皱清洗 最终造成了万山朝九仪这样的奇景 所谓的顺宫石和万山朝九仪 其实都是在地质作用下形成的自然景观 为什么当地人会把这样的自然景观 和顺地联系在一起呢 我个人觉得 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典籍里 有这个崩于苍无之野 还有藏于江南九仪的记载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顺地在人们心中 伟岸美好的形象 对于这样一个人物 人们一定愿意把他和一些美好的事物联系起来 这也许就是顺宫石 就是万山朝九仪的由来 而对于那些研究华南地区 地质演化过程的专家们而言 九仪山中的这些奇特的地质景观 的确有着极重要的研究价值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